好回到蓝宣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邀请到了什么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一样的是新冠病毒相关的话题 好但是呢 他试着这个图而入出 不是单纯只讲疫情 这一期看起来的话 蜂蜜故事讲的是 疫情当中的survival 就是幸存者 怎么样子在这样这个疫情底下幸存 讲的是企业 这个封面 他用了一只 我看一下说是金钱豹 不是金钱豹 也不是呢 这个上个礼拜在纽约 全球第一只染上新冠病毒的那只老虎 他是一只豹 而且呢 看起来为什么像金钱豹 因为他是金黄色的颜色 但上面的那个斑点呢 是新冠病毒 一个又一个的冠状病毒在上面 实在是好 所以呢 无所不在的病毒 好所以呢 the business of survival 就是说到底 这个新冠病毒 企业要怎么样的存活 企业的环境多么的险恶 这是这一次的蜂蜜故事 所讲的嘛 对 这一集新冠病花了蛮大的篇幅 帮大家来分析 怎么说我称之为后新冠时代 企业所面临的新的环境 你是说当疫情过去 对当疫情过去 好 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 对 可以确定嘛 不管现在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很显然有些企业会撑不过去的 对 那撑过去的企业呢 也一定会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 嗯是啊 我觉得他这个单字用的非常棒 就是reshape 事实上我也一直觉得说 这不只是企业的经商环境 我觉得整个人类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 21世纪 就是汹涌而至的 这样的一个传染病的那么一个环境 我们怎么样子改变自己的心态 或者说对于整个文明社会 他可能会要怎么样的重新被行诉 就是这个病毒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 我觉得是真的一个蛮严肃的议题 坦白说 所以你看到reshape这个字 就让我觉得 你刚才说封面那只是金钱豹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那一只纽约染 染病的那只老虎 只不过呢 呃老虎本来是条纹 染了病之后变成一粒一粒的 哎呦 实际上变一粒一的斑点 意思说意思说 呃病前你是只老虎 病后你可能变成是花宝 呃你你你也许得调整你的体质 然后做好心理准备 面临一个全新的商场环境 我相信是 而且如果说从这个概念去想 染疫的纽约显然他要改变了更多 未来 没错啊其实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了啊 嗯 不过话说回来金钱说其实对企业来说啊 刚开始是真的没有在怕的 嗯 OK 为什么首先第一个 后这一回的衰退 看来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毕竟不是他们闯的货 不像2000元的 对不是 打看泡沫破灭 OK造成的 也不是这个刺激防贷 不是华尔街乱搞造成的 所以这一次是啊 病毒造成的啊 先天先天不关我的事 嗯 再来第二个呢 呃其实病毒发生前 危机前还记得吗 美国的经济数据都还是不错的 嗯 你看失业率降到新低 对 企业的获利一直在成长啊 所以大家本来觉得啊 就算有衰退 就算有危机 我们应该撑得过去 嗯 尤其是美国是全球 我的衰退当中的一只独秀 一天都没错 再加上呢 其实刚开始美国还没爆发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渐渐渐渐开始要复工了 还记得吗 如果那个时间你退役的话 代表着the worst is over the worst可能已经过去了啊 嗯 呃也许会是一个好的情况 V型反转 嗯 啊 比较差 OK U型反转 嗯 啊 没有想到接下来 意大利啦 嗯 西班牙啦 美国紧接着啊 不只是病情蔓延 接着lockdown 嗯 OK 所以 他很好笑说 原本预期的U型 V型没有 U型看来也不会有 变L型 没有 看起来浴缸型 就是对啊 就很L啊 你浴缸还不是 浴缸还有另外一边会起来 对对对对 L就不晓得 不知道这浴缸多大就是 我相信还是会反弹 只是真的就是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反弹 因为什么时候疫情会过去 什么时候不会此起彼落 没错没错 现在啊 全球lockdown的国家 嗯 的GDP 占比已经占了全球GDP一半以上了 OK 所以规模其实非常庞大 对企业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当然有些企业是很会变通的 嗯 呃 例如LVMH 本来生产香水的 嗯 嗯 时尚精品产业 呃 该生产吸收乳啊 杀菌液啊 通用汽车 本来生产汽车的 现在加入生产呼吸器 呼吸器跟口罩 嗯 阿里巴巴 做网购 现在变成一个口罩的分发 嗯 中心 呃 零售业 大家现在大家都在抢货啊 嗯 所以尽可能都不想失去第一时间的商机 嗯 所以你看啊 不管从台湾还是到美国所有的大大小小卖场都尽可能希望自己备期货 我跟你讲 这是防疫商机了 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谈比较少是说你真的跟防疫直接相关的东西 其实坦白讲也不多说来防护医呼吸器 N95 医疗口罩 一般口罩 还有什么呢 你再讲到最后病床吗 嗯 嗯 其实各种生活用品也是不是吗 那很广义 嗯 那很广义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去看到到最后呢当然生活必须品 嗯 我觉得一样是 那譬如说我也想到说譬如你电商 但是也不能所有的人都都来搞电商 他也不是一时间大家可以加入的 你说外卖 呃 我听过就是身边的人是真的就朋友 呃的朋友 他就是原本是空服员现在送UberEat 他也加入防疫的商机行列不得不 但是这一块再怎么吃大概也也喂不饱那么多可能会失业的面临 一天都没说 你看连我我这从来都不喜欢吃便当不喜欢外送不喜欢外带的 呃这个周末居然开始第一次 啊真的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有些企业很聪明的调整步伐 然后呢也很乐观看待未来 所以后来一些有些分析师预估呢 啊2020年的获利啊会衰退 可是呢下衰退幅度不会太多 嗯嗯 还蛮乐观的 但经济人说不要被骗了 不要被骗了啊 实际上呢 呃以上一次的衰退来说 大部分的企业三分之二的企业业绩都是下滑的 业绩都是下滑的啊 最糟糕的一剂是下滑的百分之十五 嗯嗯 但以这一次情况来说啊 我想大家都知道下滑百分之五十是很正常的 嗯 我记得前两天看到WTO是认为至少下滑百分之三十 一点都没错 因为平时有些有些有些很多零售业啦 外面的餐饮业 这个衰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 而且呢有很多的数据显示情况真的是不妙 我们看总体数据来说 例如全球的石油需求 汽油需求啊 汽油了啊 嗯 衰退了三分之一 嗯 美国的火车呃的汽车跟领主舰的运载数量 衰退了百分之七十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嗯 然后很多的企业的现金 我想最近陆陆续续报告出路 大概顶多也就能成三到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 存货其实也是啊 所以必不得已很多企业现在真的得执行员工 请上员工 这是为什么美国领事业救济性的人突然暴增 嗯 当然很多不见得是永久性的失业 他可能就是老板就跟你说这几个我真的不行 嗯嗯 那你也能完全理解 因为真的开店就是没生意就是没人来 对啊对啊 哎我就蛮严重 你刚讲现金三到六个月 所以如果当他属边没有现金的时候 他其实你说现在很多东西 吃土啦 我朋友就说要吃土啦 吃土 不是重点就在于说好 现在各个国家就是寄出 你除非是真的给现金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要你去贷款 贷款以后还是要还呢 以前都没出啊 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带到款 对啊 这一次经济学院就说 中小企业 尤其是小企业是最惨的 嗯 你看现在在美国呢 有54%已经暂时歇业 或者即将歇业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没有办法介入资本市场 大企业还可以说 发个公债啦 跟银行借钱啦 或者透过特权关系 要去贷到款 这种企业拿来的门道 拿来的特殊管道 就算跟政府要钱 除非政府就真的很快的拨给他 但是美国的这一次的纾困案当中 其实给大企业很多钱都OK 很顺利 可是中小企业的部分 很多发放还是不顺利的 真的哦 那这跟台湾很像 我看台湾最近一些报道 跟生命一些人 也都是啊 这些所谓的中小微企业 你就说贷款 你就算 我们不是还在讨论说 到底是贷款还是现金 美国是贷款也有 现金也有 那我们是只有贷款 贷款目前来说的话 真正申请的到的 真的是不多啊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小花店啊 小健身房啊 小烘焙店啊 小礼皮店啊 这些现在拿来的客人 客人他一定衰退的 那没有钱进账怎么办 嗯 所以可以想象 呃 这波的困难之高 呃 对很多中小企业老板来说 是负担非常非常沉重的 好吧 结束谈这个 这个坏的状况 但 希望这个状况 尽快的结束 嗯 那一旦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们面临一个 怎么样新的局面呢 对 OK 金行人点出了 这一波 呃 几个呃 可以乐观期待 但也 另外几个 可能要悲观的看待 跟紧张的 叫做什么 呃 要有提防心的看待 或者可以去准备一下吧 对 因为这次来说 他说加速了几个趋势的发生 首先第一个 我们从这波的疫情里面 可以看到 科技的接纳跟采用 嗯 OK 呃 原本就已经存在了这个趋势 呃 这下更加加速 嗯 我觉得这是里面最正向的 嗯 e-commerce 我们电子商务的 嗯 我们电子支付了 嗯 OK 呃 远距上班了 嗯 线上学习了 嗯 嗯 所以这个你可以预期 在疫情结束之后 5G跟云端这两块 一定 一定大爆发 完全没错 嗯 再来第二个 供应链 也会加速重组 嗯 OK 过去 Apple啦 富士康啦 等等 OK 仗着他们很强大的 全球供应面 嗯 存货倍量都很少 因为他们觉得 随时接单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生产 但未来 他一定会 必须有更安全的倍量 嗯 所以他的生产 也一定会更靠近市场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 会更高度自动化 我不要再来这么多人 不要这么多 我要必须让这些人 就算在远距 在家都可以操控一切 哦 哎 你刚刚讲 没有 你说远距 也就罢了 你说没人 远距好歹还是人吧 只是人换在家里面 或是在 在没有接触的状况 你还是无接触服务 这个概念 事实上 在未来还是必须要有 这些安全因应 但是说没人 会啦 就是人会大幅的减少 因为机器还是需要人来控制 电脑 还是需要人来设定 但是这个人数就差很多了 一定都没错 万一他被被要求要加速的自动化跟人工化那种AI来取代的话 这可能要思考一下 对那长期来说经营学人说比较值得忧心的是经过了这一波恐怕大企业会更强大 恐怕介入诚信的政府会更加大胆的介入企业 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的企业我们之前聊过 有三分之二的产业都已经比90年代还要更加集中 更加的庞大 那现在呢 有更可能这些企业会挟着国家策略之名来行掠夺跟吞并并购之时 所以当这些大企业更集中 掌握更大的力量来面对消费者的时候 他说不管你是选民还是消费者都要很重视这个现象 OK我们先休息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次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所以呢这些经济学人杂志呢 已经先去讨论到就是说因为疫情就在眼前嘛 疫情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跟困难 现在我想也就是多久之后能够度过了 就是轻重之间的差别而已 那所以他就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如果当疫情过去之后 他会改变我们什么 那现在企业可能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不过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说 由国家这件事情介入整个疫情的掌控之后 他可能会在产业面 才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还蛮有意思 就是蛮严重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实际上也有讲到过 就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呢 譬如说现在提供的一些防疫的手段 甚至是一些监控的 譬如说电子手环啦 最近呢这个Google跟Apple 两边的第一次跨界洗手 他们说要去想办法弄个App 这个App就说如果你染病你愿意的话 不他当然一说你愿意的话 你download下来 然后呢从此之后 我们的手机面就所有 乐观期待所有的人都愿意 告诉大家说你染病 之后就会有一个防疫地图 所以呢我们手机跟手机之间 我完完全全只要一拿出来 我就知道我身边充满了 什么样子的一些有病没病的人 好那这是民间发动的 而且他是说你可以自愿 但很多国家其实就已经 是属于由政府掌握资讯 像台湾针对检疫在家的人 你有什么跑出去他会知道 那因为政府掌握你的资讯嘛 那只是说现在为了防疫 我们让政府拥有这个权利 所以事实上就已经有在讨论说 尤其不用讲像中国大陆 还包括像南韩都是 那万一这个伸进去的手 疫情过后不收回来怎么办 但是这部分讲的都还是属于那种监控 资讯的监控 你看你要对企业来说 是国家资本介入吗 然后呢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听起来有点诡异 有资本介入或者政策介入 所以政策介入是指说 你看像最近那个美国就说 Trian生产的东西就是美国人的 虽然他在海外生产 他不让你买 后来Trian抗议嘛 他还稍微松了一点 他会可以说 现在当然是紧急时期 如果平常时期他说 基于国家战略 国家策略上的需求 所以例如你苹果的手机 不可以再继续中国生产 怎么办 就像这个 这个其实之前中美贸易战 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类像5G啊 那个争夺的概念就是了 是 所以如果国家 国家接下来 继续以所谓战略之名 来行掠夺知识 把手伸进企业经营里头 怎么办 尤其未来要知道 政府要做这件事情 是相对简单的 因为他所需要掌控的企业 不用太多 因为会越来越集中 我们刚讲的这些大企业 未来你看资本雄厚的企业 独创性高的企业 你看Apple啦 Google啦 未来一定享有更大的优势的 OK 新一玄这篇文章说 全球top2000家大企业 怎么样 他的cash都大于负债 OK 所以未来夹着这么庞大的财力 他们要么可以加速 他们的生产线 扩大他们的版图 要么可以干脆 把他的竞争对手 给吃下来吞下来 扩大他的整个市场 所以这个局面如果真的发生 其实对于所谓的自由经济 对自由开放竞争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OK 好 所以我们先做个心理准备 继续观察下去了 看看这个国家 以防疫抗疫之名 他们到底是会怎么样子的 不要到最后 就是真的像刚才云冲讲 就是万一他们贪得无厌 觉得这个做得真顺手 就懒得把手伸回来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那接下来要谈的是 不是一个大的企业环境了 这个讲到的是一个大的生活环境 当这个大流行病呢 开始改变我们生活的时候 你这边讲的分租 是怎么样 大家就开始连住的地方 OK 这是什么概念 其实这次的大流行病 也挑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 是啊 那经济学人 这些有个有趣的小文章 在美国的栏目底下 讲的是美国的现象 但我觉得适用于全球 他讲的是 新冠肺炎与所谓的分租生活形态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尤其是大都会 大城市房价高 房租也高 OK 所以很多年轻人出来工作 根本就买不起 也租不起房子 所以最后当然是变成是分租 大家注意动下来 共用客厅 共用 OK 那在美国呢 2004年 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 四分之一的成人 是跟非伴侣同住的 也就是跟其他成人 但是他不是他的伴侣 年轻的时候 很多都是这样子 你可能从大学的时候有室友 大学毕业之后呢 可能还一段时间 跟大学的同班同学一起住 到后来可能就跟你的同事 对不对 那到2017年就三分之一了 对 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就是这样子住 不是住家里 也不是跟老婆老公住 对对对 接下来除了就结了婚 才可能在另外的方式 对 那这个样的比例 其实在东西岸 加州 纽约更高 加州纽约大约有一半的成人 是这个样子 OK 那平常呢 这样住也就罢了 也就没事 但是现在遇到这个状况 请问 你要怎么去规范 你家里的安全 程度 嗯 我可以带朋友来家里开party吗 OK 看他的室友就说 你如果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不要住房门 带朋友来是我的权利 嗯 他也没错啊 OK 所以 但anyway 就有这么一个事件 当然就引起在网络上疯传 都要开始在讨论 所以这个其实分租形态 跟一般家庭形态 最大的差别 因为在家庭里面 至少有所谓的家长 OK 他可以规范 OK 什么可以 什么不行 那家人也可以彼此容 但是呢 像这种 不是家庭成员 请问谁说了算 什么人可以来 哪些人不行 嗯 而且 你这样讲 是耶 而且我们比较去想 比如像我在想到 每次想居家检疫这件事情 或居家可以的时候 我们比较少去想说 他非家庭成员 因为如果是家庭成员 你比较愿意 为了你的家人牺牲 你知道这一点吗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不出访门 我会觉得很麻烦 你逼得我天天要戴口罩 我觉得很麻烦 我24小时 我憋不了 所以但为了家人 你说好吧 那我尽可能 否则我可能会 但是如果不是家人 而且甚至不是好朋友 住在一起 不过就是 就是同事 或甚至不太熟的人 我赶紧去死啊 如果是有这种想法的话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所以现在就 每一层分租的单位 大家都要各自想办法 你是发现有一些 一个极端呢 就是完全靠信任 就像家人一样 我们就不要定什么规矩了 反正我们都知道 彼此要替对方着想 OK 那另一个极端呢 是什么都要写清楚 参访护一好了 他说 金玄他这篇文章说 有住户啊 就是真的 就是一条一条条 类出各种规范 OK 而且据说这个规范的洋洋洒洒 高达十二页 天哪 我要是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 我大概会疯掉 我疯了 我觉得我们公司大楼 好像也都没有照这么严格 不过你讲 公司大楼里面 台湾就已经曾经出现过 说有某一户 但是它是以户为单位 一户里面有人染疫了 其他大楼就很紧张 大楼住就很紧张 但你刚讲就已经是一户里面 住的不同的人很紧张 对对对 但这一中间的当然就是 会定一些大方向的原则出来 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 首先第一个 你一律禁止朋友来 好像也太不近人情 当然美国很多地方都lockdown 的确也不能互相拜访了 但是如果是在可以的情况下 不要说我们台湾现在 例如 他就说partner可以 其他人不行 我觉得这合理 比如你的男女朋友 基本上可以来 但是其他一律闲杂人等 不得再进来了 至少在这段期间 那怎么定义男女朋友 要多熟才叫做男女朋友 我还以为我叫他多少 对啊 我的意思 一个人允许多少个男女朋友 有些人男女朋友定义 其实很松啊 应该不会啦 我不知道 不会吧 总之 你心里会把尺那种 刚认识的 你的尺跟我的尺层不一样 我觉得对你 还是不要再讲下去 OK 你改变partner可以visiters不行 再来比方说进去屋子 要遵守哪些规范 OK 这种规定一定要先消毒 一定要先洗澡 一定要先更衣 嗯 因为毕竟真的是家庭环境 知道吗 就是大家共用厨房 共用卫 所以你其实保持那个健康是 卫生是对大家都好的 真的真的 我想这个是一定是 只是说有些人真的没有 这种概念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那你说就家里面的 还可以去劝说 如果非家人的话 但我觉得这个要求 你如果问我 我相信大部分都可以理解跟接受的 因为不只是对我 我虽然比较麻烦一点 但也对我好 因为我同样可以这样子要求别人 如果别人没有做到 大家都可以公审他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没错 但是万一有一个不愿意 你真的就很伤脑筋 对就不行 就不行 不过都有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 变成大家都常常在洗澡 常常在洗衣服 可是你这样讲 有些有些卫浴是不是也没那么多啊 你就每个人一进来就一定要洗个澡 好吧 总而言之尽量就是了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说一个人住真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讯时间 就是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接下来再聊 那对政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外肺炎里面呢 在最近这几天最受到关注的 就是英国首相Johnson了 那幸运的 他昨天前天出院了嘛 所以呢在前天跟昨天 这个新闻都还算是蛮大幅度的报道 那但是事实上他虽然出院了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可以回去上班 显然的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休养 那整个英国的政情 也就是透过Johnson才知道说 原来第一个 英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 他并不像说一般我们 像我们我们跟美国都是 总统制 你的总统制 我们不是总统制 但是我们这有规范说 我们第一个代理是副总统 第二个接下来是国会议长 对不对 类似这个东西 但英国没有 所以他必须要指定 是他去指定他们的外向等等 那这边要讲的是 所以英国的政情 在这一波里面 有一些纷纷扰扰 其实我都讲了 我们最近 其实包括国外媒体 大家的focus都在 跟新冠肺炎有关的事情 所以与外的其他事情 都报道的相对比较少 对 但其实这个世界正常的 继续的运转中 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对 他还在运转 只是说他可能 人们的注意力 不会放到那个上面 但是当人的注意力 不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他会改变事情的发展 对对对对 所以但其实以英国 英国的 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包括台湾 美国都一样 而且政治上的大事 正在默默的发生 这个可能要过去事情 新冠肺炎过去之后 大家才行过来 原来过去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对 因为云特跟我讲说 我说英国发生什么事 英国发生了工党 选出一个新主席说 蛤有吧 那就是台湾的是不是 国民党的新主席江启臣做了很多什么事情 大家也没有 不一样 工党现在这个新党魁看起来是有点苗头 这样子吗 因为4月4号出来之后 金玄说他至少看起来像像个国家领导人了 跟他的前任比起来 这样子吗 他对克兵的评价这么这么这么的低 不是他而已啊 是英国选民自己啊 应该上次选的多烂 整个工党 上次真的很烂 对不对 他们就是讲说 因为克兵不被期待 所以也因此导致呢 Johnson他才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 因为在英国很多媒体里看起来 他们觉得Johnson也是望似不适人军嘛 所以这位新选出来的工党党魁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他一下 可以去搜寻一下关注他的讯息 他叫Sir Kier Stammer 史坦默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翻译 史坦默 这个你看他就丝丝稳稳稳了 穿个西装也很像 不像克兵一样 然后他也有足够的文官行政的心愿 因为本来是这个司法系统出身的 当中国公署检察官 那他现在接任这个党魁之后 他当然首要人物毫无疑问 就是让工党振作起来 证明他有执政的能力 所以克兵是任期到了是不是 那现在他已经开始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向犹太族群团体道歉 因为之前克兵 有些反犹太的言论浪漫不爽 再来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 他把影子内阁的成员大换血 英国内阁制有所谓的影子内阁 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我们没有影子内阁 我常常说我们只有禁子内阁 就是反正执政能讲什么 我举相反的那只手就对了 这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啊 所谓影子内阁你必须针对重要的政策 自己想对提出大声的提出 不是默默的提出自己在那边做文章而已啊 大声提出你相对的做法 来让老百姓看嘛 那英国一直是有这个传统的 所以他有影子内阁的政策 我们也一直都有这样讲啦 从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也说他们要弄影子内阁嘛 那后来民进党执政之后 国民党也说他们要用影子内阁嘛 那可能不只是政策啊 相对应都有人 这个人可能在我们执政之后 他可能就是这个部门里面的 首要的主义的人选 只是说后来都没有发挥 真正这样子的功能嘛 或者说没有真的做这么的扎实 那至少这是刚刚讲 Stammer他开始做的事情 所以当然接下来他所提出的政策 还是非常左派的啦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主张 跟前任工党的是一样的 铁路啦 公用事业啦 应该要再国民化的 怎么让民进化这些公司在乱搞 然后钱两人赚走了 老百姓的服务 有一搭没一搭的 不行 在富人当然要加他们的税 让他们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大企业赚那么多钱 当然要加税 大学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以收这么高的学费 要想办法砍掉大学的学费 等等 所以基本上还是很左派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接下来在大选 如果下一次大选 挑战会非常的大 我在讲这个话题之后会受注意 可能不是到下一次 因为先前Johnson的事情发生 就有 工老就已经有说过说 拨排出重新选举 没错 对不对 只是说现在因为他出院了啦 所以可能状态好一点 那就我们来讲了 讲了Johnson出院 这件事情其实金选与令潘文成 讲了Johnson 结稿的时候他还没有出院 但是呢 这位染病的首相 这次染病到意外的 团结了英国 有没有 大家两个党就 好了 大家都一起祝福他 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因为一度他进入交互病房 又没想到啊 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还骂他什么 或是怎么样 是因为他染病 然后进交互病房 这件事情是让英国人很吃惊的 哎这个人怎么一下子会不会真的很严重啊 因为过去啊 你看他讲话就是这样 他不公乱跳了 公公乱跳了 然后讲话也非常 感觉身体很好嘛 结了两次婚 现在还有一个女朋友 怀孕 对 然后对 已经有五个小孩了 他承认了五个小孩 不承认了 不还记得了 然后外加现在怀孕中的啊 然后情妇不断啦 爱吃啦 然后而且他当首相期间 据说每个人工作15小时以上 所以其实英国人有7%肯定他这段期间的努力 你说防疫期间 防疫期间这段期间的努力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并呢 其实反而团结了国家 也让大家看到了 他其实真的提不到 Nobody is safe 对啊 对啊 是啊 没错啊 尤其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样子啦 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他也考验 验的英国防疫的政策是对是错 因为你这个首相自己本身轻症在家隔离 然后当然他目的是希望 把这个医疗体系留给重症跟需要的人 但是你会不会因此让轻症的病情加重 这部分像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的政局 在新冠肺炎的风波渐渐的平息之后 两个党都有新的课题 嗯 OK 对于Johnson来说 现在你看啊 帮他代理这位Rob老兄 看起来没有什么很进入状况 OK 拉布 非常拉布 拉布嘛 所以基本上曝露出 保守党现在内阁运作上的困境 OK 呃 本来呢 你们大家都觉得Johnson的这个这个任期啊 应该会以他脱钩成功与否来 作为他的历史定位 现在看起来不容易 要看他如何处理新冠肺炎防疫来作为他历史定位 而对工党来说其实也是 没有错 呃 这一波的疫情对他有帮助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 政府介入的重要性 所以对工党也有比较多的同情 但是问题是财务负担的问题啊 是没有解决啊 嗯 英国的国库已经一千二百了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工党希望能够证明 好我搞大政府 但是你们放心 不等于我会把财政给搞烂 嗯 现在看起来很难 所以所以两个党都接受民意的检查了 那那看到时候的政治局势 我相信会有新的变化 嗯 不过想执政党受到检验的 呃 这个机会是更高的 因为现在的舞台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几乎都是执政党在那边秀嘛 或者在那边展现 他能够有的各式各样的能量也好 他的能力也好 美国总统川普是这个样子 台湾民进党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变成说是里面的成跟败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都会考验着这个执政党 做得好就很棒 做得不好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 在这个疫情过后没多久 其实都会要面对民意的挑战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所以有个话题呢 在讲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正在里头 突然之间呢 大放异彩 在未来的话呢 很可能会因此而扩大更多的一些产业空间的 就是像是云端啦 电商啦 那云端的话更精确讲 有什么远距办公啦 有远距医疗啦 有远距教学啦 各式各样的远距无接触的服务呢 在这一次里面都发现说 原来科技确实是一个可以解决人类文明里面 面对很多困境这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呢里面的Zoom 就是远距的办公 他也可以拿来做远距的教学 所以呢在教学这部分呢 目前被台湾的政府禁了 那我们是跟着美国的脚步 我们禁了 因为他说他是一个中国人创办的 那所以他也被发现过说 他有些资料回送到他中国的伺服器里面 所以Zoom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个事情当中 这一期经济人也关注了Zoom这家公司 因为 结论其实 这标题就是好适合 Zoom in Zoom out 为什么这样下这个标题呢 我先讲一下背景 因为Zoom在2011年创立 然后到2017年就已经晋升为独角兽 那时候还没有IPO 那他是在去年2019年才IPO的 IPO之后状况也还不错 可是今年以来 看到股价大涨 瞬间暴涨 对为什么呢 因为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他每天的users大概1000万人 现在2亿 所以你可以想想 所以这也是什么股价 他今年1月以来已经涨了将近5成 即便有这些风波 状况还不错 那创办人是袁真 一个大陆人 虽然在美国上市 那这个现象呢 其实从1000万每天到2亿 其实在技术上 一点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现在Zoom呢 在全球有17个Data Center 是足以应付的 问题就在于 问题就在于 当他树大招风嘛 OK 人红就是非多 所以呢 当他服务被这么广泛 注意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Zoom in 看你的服务 看你们是哪些问题 细节 是 所以就被大家看出了 原来你很多隐私保障不足 你很多数据加密不足 对你安全漏洞太多 OK 所以造成各种使用上的干扰 侵犯 不愉快 问题等等 突然被登出等等 这些问题其实都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 那个袁真 他在4月3号说 承认自己 把事情给搞砸了 看起来也有点Zoom out的 所以为什么不要像Zoom in 当表演Zoom in 你就可能面临Zoom out的危险 真的 那 其实他主要面临挑战 现在有两个了 我们现在都把它谈到 很多中国相关 其实不是的 因为其实中国 只是很minor的问题 他有这么多的资料中心 而且送了中国 如果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想我们台湾很多的服务 都是不能用的 但anyway 对Zoom来说 不是你刚讲的 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问题 就我们台湾其实 事实际上在美国要禁用 Zoom有一部分 当然跟中国因素有关 但很大部分跟你刚刚讲到的 安全性 它本身的专业有关 但台湾就老是觉得说 只要跟中国有关 那事实上就没有去看 它整个的问题的所在 其实是方向更广的 所以经济权 其实这一篇文章 帮我们分析了 Zoom现在面临的挑战 首先第一个是信任问题 其实袁珍承认自己搞砸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的信任 使用者的信任 要做这些服务 如果觉得我的隐私 我孩子的个资 会被骇客入侵 这么容易就入侵 我使用上是不放心的 不放心我就会减少使用 我就去找别人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信任的危机 而这会带来第二个危机 就是你的商品定位的问题 其实Zoom本来就是商业运用的 一个软体 一个平台 只是现在出现了很多 working from home的人 开始在使用 用他来上课用他来开会用他来聊天 OK 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在这段期间搞清楚 弄清楚你的策略定位的话 你很容易被别的竞争对手乘虚而入的 这个领域里头有分两个 就两种不同的服务 有一种 一种其实像Zoom这样 它就是提供这种online collaboration的服务 对多到我听在使用的这些企业说 它可以到上千人 很多但那个就要付费 但另外一种就是例如像微软 像Google所提供的全套餐的服务 就是包括email 其他的东西都一起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可以想象 如果Zoom出了问题 这里被挑麻布 那里被抓包 那你是用户的话 Google我好像蛮熟的 而且这个东西反而用习惯了 很容易上手 我可能就转额头抱Google的怀抱 是 Microsoft也是Microsoft一个team OK 我相信接下来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动作 我们的政府现在推荐的 就是说禁用了Zoom之后 就是推荐了大概五六个软体面 就有Google也有微软的 对 建议他们替代 替代Zoom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未来这种Virtual Office 一定是个大商机了 那就看Zoom在经过这一波的风暴之后 未来的路会怎么走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 发展很快 还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方便性 但是当他方便的时候 大家focus在这个功能的时候 可以忽略掉他本身的安全性 跟隐私当中的一些问题 OK好 所以这是Room in Room out 目前的一个状况 好 谢谢沈云聪 带来这些基金选人杂志 谢谢沈云联